各位观众朋友又回到了我们的新车试驾环节 这一次我们试驾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小改款三系列 这一次虽然叫做小改款 但是它有很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就是涨价 那么涨价是不是划算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 你就知道了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三系列的 从它这个2018年发布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了 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讲 小改款前的三系列 它外观设计是比较成熟稳重的 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成功人士啦 但是在这个小改款的部分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它的细节 你会发现到 这次BMW会给它很多这种比较硬的线条 例如讲你看它的LED头灯组 以前的LED头灯组是个天使眼的设计 就是有点圆的 然后在小改款前的三系列就变成了椭圆形的设计 可是在这个新的三系列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变成那种刀钩式的设计 整体的线条非常的刚硬 虽然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细节改动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这辆车的外观设计 是更年轻更慈善更适合年轻人 尤其像我这样子岁数的人 看到这个三系列真的是无法自拔 喜欢到不要不要的 然后我很庆幸就是小改款的三系列了 这个鼻孔没有变得很大 还是跟之前一样 虽然现在BMW的车款 它的鼻孔做到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三系列还是维持它的初衷 这一点我还是很感动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下面 其实它是做了一点钢琴黑的点缀 同样也是采用了比较多这种硬的线条 整体看起来这Mustle感十足 如果讲你拿这个它的同级对手 C-Class来对比的话 C-Class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韩国Opa 但是呢这个三系列呢 就是一个穿着鼻挺西装的洋人帅哥 你讲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另外呢它另外一个对手 Volvo的SU10呢 我就觉得是一个温文尔压的大叔啦 相信我不用跟大家讲 大家都知道三系列是一个运动车 所以对于运动车来讲 离地高度是非常重要的 这辆车的离地高度只有141mm 非常非常的低爱 代表着这辆车的重型是非常的低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一流的 我没有开玩笑真的是一流 但是如果你今天买了这台车 你在KL里面开车的话 那么你就要很小心 因为KL时长下雨 141mm离地高度遇到水灾的话 嘿嘿嘿嘿嘿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的 另外呢因为这台车是后轮驱动的关系 所以它的轮胎是前后配 意思就是前面跟后面的轮胎尺寸是不一样的 前面的轮胎尺寸是225 45 R19 后面是25 40 R19 而且原厂配备的来的轮胎就是Michelin的PS4 我其实很佩服那种开大这种 采用大轮圈尺寸车子的朋友 我自己的车子17寸一条500多块我都想哭 它们是用到19寸而且还要是PS4 这个价格果然呢 这个BMW真的不是一般的人开得起的 单单是轮胎就要人命了 但是因为它配备PS4的关系 让它的操控更上一层楼 这个我们慢点才讲啦 告诉各位我其实个人一直很喜欢BMW的车尾灯设计 因为呢他们都很喜欢用这种3D LED尾灯做这个Design的主轴 如果是你晚上看到BMW新一代的车子呢 你真的会很喜欢它的车尾设计 尤其这个3D LED尾灯组真的是太帅了 所以BMW的尾灯设计是大家不需要担心的地方 不过这辆车我觉得有一点小问题啦 就是它没有这个POWER BOOT 但是你按下去的话 它还是会自动弹起来 因为它有那个弹簧 不过好过没有啦 但是如果有POWER BOOT会更好 3系列作为一台运通房车 其实它并不是主打家庭化还是什么 所以它这个尾箱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而已啦 不过深度是够的 然后这个离地高度也不会太高 所以讲今天 这个是你的行李 你要把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尾箱的话 其实并不难 而且可以推去很里面 我目测啦 这个可以放两个Full Size的行李箱 所以如果是你跟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跟你的老婆要去旅行的话 放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 BMW的车子一直以来是没有备胎的 所以如果你打开这一个账板的话 你会发现下面只有一粒电池而已 它是没有备胎的 而且配来的轮胎并不是死压去跑胎 软非打压 所以各位开这两车的时候 可能要小心一点啦 当然这个330i是没有备胎的 所以在你爆胎的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打风机 现在我有好康介绍你 就是这个70mine的打风机 现在Auto Toyo有特别优惠 只要你点击这个下方的链接 并且输入优惠嘛 那么你将可以以这个优惠价格 买到这个打风机 常备一台在车上有备无患 记得买一台哦 我跟你讲 BMW就算打开引擎盖的方款 也跟其他的车厂不一样 一般的车厂就是你要拉一下那个拉杆 然后去前面打开那个卡榫 它才可以上来是不是 BMW的不一样 BMW的你只需要拉两下 它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2.0公升的 Twin Power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引擎的数据表现还不错啦 最大马力是258HP 峰值扭力表现400Nm 匹配神级的ZF8速自排变速箱 我为什么讲神级 因为这一个变速箱的表现 在其他的品牌上面是找不到的 不管是进挡还是推挡 它的动作都非常灵敏 逻辑都非常的强 所以就算是普通模式下面 驾这辆车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都还是一流 因为变速箱真的太聪明了 而且BMW也尽量的把这个TurboLeg 捡到最低 因为如果你是有开Turbo车款的朋友 你应该会发现到Turbo车款 有时候会有一种TurboLeg 那感觉是蛮难受的 我不敢讲三系列没有 但是三系列的TurboLeg 已经是尽量的捡到最低了 所以这一方面我还是蛮满意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 这辆车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 那个拉杆什么的 所以看得出 BMW对他们自己的操控表现很有信心 对他们的车体刚性很有信心 可是 没有隔音棉没有隔热棉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内装的设计 如果是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它跟小改款前的3系列很像 但是其实有的很大很大的改变 你可以看到吗 基本上实体按键完全都消失了 只有剩下这个 音响的控制键啊 然后Double signal 然后这个冷气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开关而已 剩下的东西完全整合在这个21.9的wide screen上面 这个screen是不是很像你家里的那种gaming的monitor 所以视觉效果很爽的 而且我相信你们从画面中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荧幕 它的这个分辨率跟亮度都很足够 而且非常的细腻 用起来基本上也不大的卡 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只是有一点东西我是觉得可能是一些我个人还不习惯的地方 就是这种冷气控制 它完全融合在这个触屏上面 变成这样如果今天我开车的话 我要控制的话我就要去点这个荧幕 没有这种实体按键来的顺手 如果是调整风量的话你就要按这个 然后去进行调整 就是这样子 使用上的逻辑需要一些时间去习惯啊 要一点时间成本 然后剩下来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 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 BMW 经典的G腿没有了 它变成这个小小个的这一个排挡杆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光线 这样子是很可爱啦 但是就变成如果你要手动换挡的话 它就没有了那个功能 可是我个人啊 个人还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设计 太可爱了有没有 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辆车虽然它的价钱卖到32万令吉 可是它是没有360 camera 的 不过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功能 就是这个reversing assistant 在前方这边还有一个无线手机的充电机座 当然它是有氛围灯的设计的 依旧提供了很多很多颜色可以去改变 这个还符合年轻人的啦 它的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都是无线的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彩色的抬头显示器 这个抬头显示器可以显示的内容超级赞 我很喜欢这辆车整体的布陈 虽然讲它没有C-Class 那么宣慕 但是如果是以一个驾驶者来讲的话 我个人真的是会比较喜欢这个界面啦 然后这个方向盘 这个完全就是为驾驶者所打造的内装设计 这个后座哦 讲真的我开了那么多次3系列 我基本上很少坐在它的后座啦 不过我觉得这3系列的后座 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啦 虽然讲它不是一台家庭房车 你看前面是我的标准桌子啦 然后我稍微坐鞋一点的话 我的这个脚步空间还有一个拳头 只是大腿可能会有点悬空啦 然后因为这辆车它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款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骨骑面积 中间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坐人啦 所以后面坐两个人的话还是OK的 还蛮舒服一下的 只是椅子有点硬啦 这边有两个背架 然后我比较surprise的是 这个门把这边同样的也是有氛围灯的设计 然后这边后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你可以调整温度 但是不可以调整风量 如果讲你打开的话 它会有一个固定的风出来 不过这个风不是很大 但是最起码它可以一定程度的保证 后面的这个温度 是处在一个舒服的状态 如果讲你不喜欢冷气的话 你直接按OFF 它就连风都没有了 所以它只可以控制温度 不可以控制风量 好过没有 而且重点是可以调整温度 这个设定我就很喜欢啦 另外下面还有两个USB Type-C的 cable 刚刚好啦 一人一个 为你的电话也好 为你的iPad也好 还是什么都好 都可以进行充电 这个功能还是不错的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整个布局就是这样子 对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问到安全配备 这辆车其实只有基本的安全配备啦 像是这个车道维持系统 然后车车盲点侦测 前方撞击一警等等等等 剩下的那种ACC怎么它是没有的 最后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虽然讲这辆车不是一辆 我个人觉得它不是辆家庭车啦 但是其实它还是有这个 ISOFIX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扣 还有这个TOP TIDER 也就是讲今天你可以在这边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给你的小孩子做安全点啦 OK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云顶 试驾这个330i 假设这样子的车 我不来云顶是真的有点浪费 所以还是特地抛上来了 首先啊 云顶我们非常熟悉啊 就知道它的爬山 然后它的蜿蜒道路非常多 这一个刚刚好可以测试这个330i的这个极限 还有它的表现 首先我在刚才从Cara Highway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跟响应速度 非常非常非常地快 快到一个什么程度 基本上完全没有拖泥带水 你看我现在转个弯 我轻轻的摆动 steering steering 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精髓呢 我觉得都是少数品牌才抓得到的 因为 你开其他的品牌 它的操控表现怎样好 它的steering 怎样直接都好 它都会有一个程度 就是 可能你转了steering 过后 它要大概是0.3秒到0.5秒 它才有一个响应的动作 但是 这一个BMW 330i 的steering 基本上是做到这个水船水到 这一点我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神级的ZF85自排变速箱 讲真的 买BMW 如果是这个ZF的自排变速箱 你就真的是赚到了 我现在是以这个普通的模式 这边写着Comfort 我这样的上山 这个变速箱聪明到什么程度 你看啊 我现在一减速 然后我一踩brake 它就马上知道我要再加油 它就会马上推档 有时候直接推两档 所以给你拉到更高的转速爬山 你看我现在爬山整个动作是非常的幸运流水 而且呢 这个方向盘跟这个引擎动力搭配到 我可以讲在这个同级车款啊 当然更高的车款是不能够相比 但是同级的车款 例如讲这个A4啊 C-Class啊 3C6的IS来讲 这一个搭配真的是profit 你看我前面进弯 我收油 它退档 然后稍微收点油转弯 就过了 然后我再踩身材油门的话 那个动力马上来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过这个弯 这样子的这个操控表现呢 确实是很惊喜 看到了吗 过这个弯 过得多么的轻松 多么的轻易 OK 第二个弯 收一点油 踩油 裹油 裹油出弯 OK 裹油出弯 看到了吗 轻轻松松就上来了 而且这个车尾有一种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还是要甩出去甩出去 这个感觉真的太爽了 而且 问题在于我只是用Comfort模式上三五 我还没有去Sport OK 我现在进去Sport 我们来看这个动力的响应会怎样 OK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油门是更迅速的 稍微一踩一点它就碰一下动力出来 进弯 出弯 看到吗 这整个车的这个动态表现就真的是一流 统计第一 没有人可以比 在之前我试驾这个C300 AMG 带的时候我有讲过 它的操控表现可以跟着一个330i比 那个时候我确实也没有讲错 因为那个时候三系列小改款还没有出来 所以如果它跟小改款前的三系列比的话 它是真的有一战之力 但是来到这个小改款后的三系列 我只能讲sorry了 三系列又再进步了 我预想到这个三系列上云顶的表现会很出色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可以那么的出色 你看我转弯 OK 现在前面有一个弯路 OK 直走 OK 进弯我收油 稍微转一转steering 过了 OK 下一个弯一样 稍微收油 转steering 骨油出弯 看到吗 WOW MAN 这样子的弯道 然后这样子的山路 我还可以用接近100的速度进弯 然后出弯 你让我要怎样来不爱你的三系列 它的每一个进弯每一个出弯的动作都非常的流利 而且这个方向盘真的是做到完全没有要的动作 啊 我稍微转一点方向盘 它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然后就很完美的做完一个进弯后出弯的动作 买到那个神机变速箱 我真的觉得值了 Amazing 不过咧这台车 它的操控是一流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缺点啦 它的缺点就是它这个整个选吊的设定 太过的弹跳了 因为它这个是NSPOT的Suspension设定 所以呢 它的后轮的弹跳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你在这种直路 你在加慢的时候 你可以feel到那个余震是一直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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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来的 所以如果讲你的胎座 意思就是你的老婆啦 坐在这辆车的话 他应该会投出这辆车的舒适性很差 不过不用紧 这个是有解决方案的 因为呢 BMW Malaysia 已经推出了这个330i的升级官 它会配备这个可调式的悬吊 也就是讲它会根据你的驾驶模式 切换来更改这个悬吊软硬程度 不过这个版本 比这个普通的330i 贵2000块 而且现在 如果你下定的买330i的话 基本上买到的都是可调式选吊 有得有失啦 但是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个更好的选吊 让你的老婆不会骂你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不过 如果以我这种单身人士来讲 我还是喜欢这个N Sport的Suspension 到完全没有侧景 你看我这样子大概是80 70 80这样子过完 完全是有刃有余的 它完全没有一丁点的Body 有啦 讲一丁点Body Roll 没有是假的 它还是有一点Body Roll 但是这个Body Roll 是给你安心的 你看看啊 我每一个进弯 每一个出弯的动作 都是非常的流畅之不幸 冰流水 当然这个也要归功在它的这个 141mm的离地高度 真的是很Profit 这台车开起来我真的是爱到不要不要的 因为其实我跟这辆车的交流还蛮多天啊 这个是我开这辆车的第4天啊 其实前几天我都是在失去驾驶 在失去驾驶的时候 你都已经可以感受到这辆车应该会是辆很好玩的车 来到云顶这样子的极限路端啊 如果单单讲操控跟讲这个动力表现 我真的是无可挑剔啊这样车 很跟手的steering 然后完全撑得住这个车辆动态的底盘跟它的suspension 然后很聪明的变速箱 然后动力很足够的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整个加起来32万令吉 动态操控运动表现没有对手 然后接下来试试它的这一个换挡波片模式 因为一般上自拍的车款它们对于这个自拍的保护程度是比较高的 OK 我现在4号档 其实我觉得我开着这个BMW车款 我在这种路上我用这个Pedal Shift 是有一点点多余啊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这个变速箱已经聪明到 只要你在S模式下它真的是已经聪明到 它什么时候该给你怎样的档位它就会给到 好像刚才我在一个弯道这样我收油 然后它就直接推两个档给我 然后它直接推的从 应该是从7档推到5档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方面部分 它就已经做到我要的东西了 它就给到我要的档位 所以我该趴山的时候 那个动力是不会讲有一个突然间连接不起来的感觉 整个上山的动作是非常快的 我只可以讲BMW对于这个变速箱的调教是如火存清 没有人可以比啦 这样子讲会不会很过分 其实还是有人可以比的 但是跟它比到的这个对手呢 其实它的变速箱表现还是有一些人可以跟它比的 但是你跟它比到的呢 应该都是定位比它更高的品牌了 真的这台车你的bitcan驾出去公路 你出去玩一下去享受一下这个驾驶的趣呢 是很好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啦 安全驾驶是第一啦 就不要去太过进行危险的驾驶 爬山还可以去到接近100的速度 就代表这个引擎是很有力的 然后OK 再来表演一次 手油 金弯 骨油出弯 看到啦 这个轮胎完全不香 我讲真的这个轮胎也是好了 PS4 这样子的车款 你可以不要费PS4的轮胎 OK 拜托米其林看到这个video的话 麻烦大欠价 谢谢 你看我一直讲你的PS4 我这辆车 OK啊 真的是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驾到一款 让我那么兴奋的车子啊 你看很多 我可以这样子一面跟大家沟通 然后一面去过这种弯道 你就知道这辆车 是多么的让我随心所欲啊 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车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除了那种跑车啦 你不要讲这种Sport Sedan 还有哪一辆跑车 可以做到这样的表现 一般我平车的标准 就是一般我开车的标准来讲 这台车我可能会给到8分左右 8分是很高分 但是感觉没有这样高 跟我的战域比起来 它8分感觉没有这样高 我应该要给它9分到9.5分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这辆车 它的这个舒适度的表现 确实是有影响到我给它的分数 如果我以一个公正公平的观点去看它的话 它确实会影响到我给它的分数 尤其是它这个后座的表现 那个后座的弹跳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如果我一个个人的观点去看它的话 同级的车款就是那个30多万的 这个价位里面的车款 满分10分我给到它9.5分 我真的会给它9.5分 因为这个操控表现 我真的找不到同价位的车款里面 有比它更出色的了的 而且这个观点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任何的反驳 真的太好玩了 今晚五油出完 基本上轻轻松松 一流 这个试驾影片的最后我讲一个不算是缺点的缺点 就是这辆车油耗会有点点高 可是喔 讲真的我讲这句话出来我自己都有点拍摄 因为这辆车是一辆运动车班 然后我又用Explos去加它 然后我还要抛运定 所以它给到我的油耗表现自然是不会太美 我觉得这样子我有点忌惮里面挑骨头啊 但是如果我会讲一点缺点出来 等下Vilver又讲我只会讲油点不讲缺点 不然就是收钱做事情 所以我还是要讲点它的缺点 确实这样车一般日常驾驶的话油耗是有点高 我拿到最漂亮的油耗大概是10L per 100km 左右 这个是一般的驾驶状态啊 不是讲我上云顶的时候 上了云顶Go 现在它是显示大概是12L per 100km 左右 然后我真的硬要挑这辆车 我自己对这辆车的看法它的缺点的话 就是悬吊可能对于一般的日常驾驶来讲 是比较没有那么舒服 然后这个油耗有一点点的高啦 剩下的东西超习惯 你看这个超激烈的山路还要进弯 收一点油转stairing 补油出弯 这个动作Profit 再来一个 OK 再来一个 OK 这个超级斜的4 收油进完 看到吗 OK 我不要再讲下去了 可能讲下去了有点夸张了 但是这辆车上山的表现 我真的超级喜欢 OK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330i的试驾分享 其实我还没有拍这辆车之前呢 我就知道会有怎样的comment了 一定很多人讲这个价钱我买Vovo的S60不香吗 当然S60是有它的强项 例如讲它的动力真的很强 例如讲它的配备真的很丰富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以驾驶为主的消费者的话 那么BMW 3系列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 而且重点在于它跟驾驶者的沟通呢 是很多品牌都替代不了的 其实目前为止呢我驾过最接近3系列的车子 就是C-Class 而且只有C300而已 其他的车子跟3系列都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距离 这一次BMW确实也在很多的细节的部分上面进行了加强 这个是让我第一次觉得BMW终于知道怎样做豪华车款的 当然这个价格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小贵啦 不过没有办法 因为全世界的车子除了中国都在涨价 所以我们自然是没有办法幸免的 可是据悉啦这辆车实际上还是卖的不错的 所以呢 喜欢BMW的人还是会买单的 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这个说法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了 最后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喜欢开车的话 那么这辆330i呢就真的是很适合你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关掉影片之前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一下哦